山友们有福乐南投县竹山秀船医院组成的玉山医疗队 在排云山庄住诊成立已经有20年 也是目前全台海拔最高的医疗站 本来是一周看诊一天的 现在改为一周两天 而且在人潮最多的假日也都会提供看诊服务 要守护大家登山的安全以及健康 脱下白袍换上登山庄 这些是南投竹山秀船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玉山医疗队 被诊医疗用品奔向玉山守护登山科的健康 急性高山医院医生仔细看诊 医疗团队在排云山庄住诊成立已20年 是目前全台海拔最高的医疗站 以五人为一组包括一名医师 两名护理师两名助理 每周六上山定期看诊 但受到不少山游的请求改为一周两天 在人潮最多的假日都开门营业 三四五六顺手发团 大部分来讲气症还是以急性高山病为主 但是呢也发生了一个被落实集中胸部 那大概没有一些大的问题 只有一些偶尖 玉山医疗队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底 三个月内救助近百位高山症山友 还曾以攜带型加压舱 救治严重的高山症患者发挥良好治疗效果 有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需要没有第一巴士的话 就是建议不要再散伤 如果你已经来到排队这边的话 就可以我们有在这边有意思看着 玉山是东亚第一高峰 吸引国内外不少山友前往挑战 有了玉山一流队也成为登山客最强后盾 解释日常能够报道